但是我真的就是说不熟 之前真的不熟 又人亲女呢 也不熟 整个亲女 我从来没有跟她有过什么那种合作舞台 就真的不能熟 就感觉是那种真的很冰冷啊 就是她之前不是饰演过那种蛇吗 就感觉真的就是那种黑蛇女神 那种感觉就真的好恐怖 然后她也会就是 她现在也是有好听的歌啊 就是分享给我啊什么 就越来越好 我觉得是那种很暖的人 然后我有时候就是跟她眼神对到 就这样 这样她就 她也会这样回我 我就觉得就是说越来越好 坐了60秒的语音 一开始觉得语言是个很冷酷的 最近因为语言坐在我右边 我们经常时不时会交流到 然后呢她也很照顾我 总是有一种带有爱意的延伸看着我了 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可爱 然后也越来越瘦了 而且她正好站的也是我以以为要的右边 我的右脸 她可能就情不自禁 语言就是以前觉得她好像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面 然后不怎么讲 然后很克制 高冷 不好接近 最严重的好像是她 但现在最放出来反而反差很大的我觉得是她 鱼雷声大 鱼点悠悠的时候比较小 胜负心是比较强的 玩游戏的时候也是 就觉得我累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硬干 就是肢体比较夸张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 看她的肢体我会很开心 其实我预言跟孔雪儿感觉都是属于日常会状况外 但预言也还好一点 她会主动的就是出击 我跟孔雪儿真的是在状况外 我感觉她其实是一个外表很冷酷 但实际上她是一个蛮爱笑的一个人 然后她玩起游戏来真的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非常认真的 她就是给我感觉也是一个反差特别大的人 她看起来是那种战斗力很强悍的人 其实几期接触下来的话 她也是那种直老虎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比如说什么预言是我见过就是表面上特别震慑人 其实不太行 但是她很可爱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反差萌 你不觉得吗 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很 汉子很金刚 但其实她是那种 就是扒起来游戏 你发现她其实还是一个热热的小女孩 人的话也是在迎新会 她从我这一边走过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太凶了 比我还凶 所以预言嘛 就是记得要经常跟我们分享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情 然后